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穿一个橘黄的裙子在眼睛 不要来染布了 这布哪会送给谁 送给媳妇和妈妈 稍后回去解释解释吧 老婆 我永远在你身边 我的背包需要靠的时候 就是在这边 我觉得我做最对的决定就是嫁给你 那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好好照顾好宝宝 那我呢 你肯定是由我来照顾 我问一下 你们会不会说咱妈怎么说 一口叫不出两个妈来 那不是事 手机上 妈妈说头 除肉计高躁 说心里话我真是愧对你 原先对你有很多不公 真的 对不起 妈你不要说这个 我真受不了 像在虐待父母亲这样子 心思爱了你懂吧 啥意思啊 先生你做了什么 我真的听得好生气 梁子哥确实那件事我觉得您做得不太对 欢迎大家来到媳妇们的长王会 欢迎我们各位聪明可爱漂亮的媳妇们 可爱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依然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撑腰姐妹花 欢迎 我们是来给你们撑腰的 谢谢 欢迎 首先要恭喜我们的杜淳还有王灿 成功的金鸡尾抱爸爸妈 让我们一起恭喜一下 小天使来到了非常开心 我们一定要一起去看 希望小天使和你们一起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 祝福你们的孩子健康成长 祝我们的小宝贝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Have a good life 祝你们两个能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爸爸和妈妈 祝福灿灿还有诚哥 可以合家平安健康幸福 然后小朋友快快乐乐地长大 你们来真是太好了 你知道吗 那些男生在一起 就没有你们那么扬眼 说的是真话吗 绝对发自内心 这个前几期的茶话会 其实老公们个个都说 我还行是吧 我特行 那我们这一期就来说一说 我觉得我老公就应该 这个好 就应该 我觉得我老公就应该让我琢磨不透 我永远get不到他的点 他也永远get不到我的点 我就觉得我追到了一个潜力骨 潜力骨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会惊喜不断 如果要风情万种 就要找个老公 像郭小冬 因为你想要抱抱 他说天气不好 你说要撒娇 他急得汗直冒 那你转身就跑 他又掏出玫瑰说 小姐 你好 他的反应永远都出乎你的意料 日子永远不会平淡 永远都是惊吓和惊喜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多花一点心思在我身上 虽然已经很多了 但是我不介意再多一点 就是很多很多 我老公基本上像一些重要的日子 都会悄悄地给我安排一个度假的地方 然后给我一个惊喜 这么好啊 他每次都会问我要去哪儿 让我猜 这每次都是三样 所以你的惊喜我一眼就看穿了 老公 我先给你98分 剩下的两分呢 我希望你再努力努力 好吗 我觉得我老公应该要 多关注我一点 憨憨地不会做家务 没关系 我只希望平时的时候 多跟我一些眼神交汇啊 多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给我吃 偶尔制造一点浪漫 因为呢 有一个快乐的老婆 才会有快乐的生活 棒棒的 我就觉得我老公呢 应该过得粗糙一点 因为她太会过儿子 我洗一次头 等于她洗瓷次头 但是我声明她不是抠 她就是节省 环保是吗 不喜欢又洗发水 她就不喜欢洗头 不喜欢洗头 我老公应该要学 不要那么的黏人 就24小时挂着我身上 是烤拉一样 太反尔赛了吧 其实我都是坐不住了都 我刚说完我追她 她一直跑 然后这边人都挂身上 他们可以中和一下 如果不在她身边的时候呢 她就会打电话 给我周边的所有人 找你 找 她好依恋你 但是我觉得是被需要 而且是被爱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幸福的 好棒 我们会经常会说到男人啊 大猪蹄子 但是到底是啥意思 大家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 我有很多朋友都说过这话 就跟自己男朋友 跟自己老公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爱称啊 就是比较耿直吧 是不是 就觉得她有点傻憨憨 铁憨憨 就觉得哎呀 真的拿你没办法 我们怎么样才能 不是你们演做那个大猪蹄 真听真看真感觉吧 其实我觉得大猪蹄子 男生有个统一的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没有同理心 就是女生摔了的时候 旁边那个男生会笑 那得看摔的多严重吧 就不严重啊 这算是小猪蹄子吧 大家说一下自己理解的大猪蹄子 有什么行为 说说自己老公大猪蹄子的事 在节目里面答应我承包我一年的家务 他没做到 回来后来就没做了这个事 可能还没有开始算他说 对 还有是他诈诗语言啊 就平时不管 然后诈诗诗语言 玩起来就意见一大堆 但是他其实又没有具体的落实到操作上面 对就比如说特逗 就是我老公吧 装修家什么的 我给他看了一个东西 我说我们选这个沙发可以吗 好都听你的 然后过一天之后呢 沙发晕来的说这不好看 不是我跟你确认过的 他没有啊 我那天就是说那个整个布局什么的 我没有说呀 就是他就会忘你这样嘛 然后就很崩溃 而且你们有没有 就是老公没事老吓你 就是到一个地方 同时就吓你一下 就是他就是总有一种恶作剧 对啊 我老公这么大岁数还有恶作剧 让我女儿去游泳什么的 他本来就很怕水 他就故意去淹那个女儿 淹她一下 就让她就学游水什么这样 淹谁啊 淹你女儿啊 对啊 哎呦那不行 就淹一下嘛 那我老公更夸张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三亚度假 那时候我儿子 可能游泳还不是特别好 就说让他游学游泳 咔就给人水了 他会哭吗 肯定哭了呀 这个算不算 大肚蹄子的行为 都算 都算了 小乖有一次 有四十岁的生日 我们的朋友就很精心 要给我们办一个惊喜派对 一个很浪漫的事 可是他就先告诉我了 他就说对了 我那个 你生日那天我们会给你一个惊喜 然后我就说 蛤 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这样算吗 这样算大猪蹄子吗 不解风情 也算吧 如果是你们这样的例子 那我觉得我真太多了 我都不知道从何说起 我每天都在这样的生活里 前两天 我也有把它发到微博上 我突然心血来潮 就想在家做一顿很精美的火锅 我把我们家那个 法郎瓷的火锅拿出来 这小小的炉子 然后在家煮了半天 弄完之后我想 点个蜡烛吧 算是中午啊 我想那烛光午餐应该也没关系 我把烛台都弄好 然后放哪儿 我要去找那个五颜六色那种蜡烛 真的找了好一会儿 因为那个还包着纸 我一点一点把它给剔下来 等我把它全部都剔下来之后我出来 他吃完了 你老公找你真的好幸福啊 我觉得真的是真的 不是他就是很用心的去照顾他的先生 但是他每天每次都会给我这样的惊吓 巨型猪蹄子 然后前两天我们去录节目 就录我们家的时候 他在乡村骑自行车带着我 本来是很浪漫的事情 我本来坐到后面好好的 他突然突发起响 非要我坐到前面去 偶像剧里的情节 我想了一想 我说也可以试一试 我就坐到了前面 然后我发现 因为是相间的那个土路 就很容易摔倒 我说不要 我说你让我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他真的就不稳 他就开始捏刹车 然后就把我的手 夹到刹车里面去 对 他夹完了之后 我一直疼 他还在那里笑 说疼什么疼 没关系 他不知道是吗 他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你说夹着我的手 我说了 因为他还夹着 他还在夹 我真的打猪蹄子 然后我就给他看 我说你看真的肿了 就现在还没有消肿 你看我两个手不一样 现在没有消肿 那后来他有什么表现吗 因为我一哭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就一直拿个三星纸 擦擦擦 我都抓过去 跟着我擦擦擦 我说你就不能有别的吗 我除了跟你擦眼泪 我还能干什么 有一次我跟他住在一个招待所 然后那个顶上 有一个很大的虫子 他在动 我就特别害怕 我就跟他说 我说快快快 那有个虫子 你赶紧给我打出去 然后他站起来 把那个虫子 啪 等我说一下 我觉得 莎莎 跟小东哥结婚这么多年 能现在这么平安美丽地 坐在这个现场 我们也是蛮幸运的 莎莎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好人意 这个女人体重 是很秘密的 她就在节目里面 她直接就 就爆出来对不对 对 她跟我老龙太像了 她平常都这样子 不知道在家 就是拿你的肉来的 在这扯 这扯 然后就 哎呦 肉肉 她喜欢你这个样子 配成在笑 没事 我都笑 就是她常常开门 就是撞到我 或者她帮我拿东西 转过来一定是 K到我 然后像我们收行李 她也常常就是 啊 关了 然后我手还在那 她啪 就压下来 所以她也是 粗线条 对 然后抓虫也是 她只是没有弄到我身上 但是都会抓到那个虫 一直往我这边冲 我觉得 我们大家老公的那个 症状差不多了 你们当时候 男生大猪蹄子的时候 你觉得很讨厌 然后你们就 壮壮健健跟我讲 但是我最后发现 那恰恰就是 你们最喜欢她的地方 或者是最想改变她 但她永远改变不了的地方 真的有很多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会对郭老冬 抱有这么大的热情 我说因为 我一直没有搞定她 她永远不能够 抚平我的情绪 但是我恰恰又特别希望 她能够抚平我的情绪 是受虐狂 你知道 我们每一个女生啊 都是一个小公主 然后小的都有一个梦 有一天会有一个白马王子 这个王子到底是像唐僧这样的 很帅的 还是会像这个猪八戒那样 特别能够讨女孩子欢心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呢 唐僧跟猪八戒 谁更适合当老公 来抽一个 抽到哪个观点 你就要代替这一边 我又是反方 我选择的是唐僧 唐僧 首先呢 我觉得找老公一定要找一个 品德正直 有高尚的追求 和情操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毕竟你不是交男朋友 你是找老公 他既然能够就是去西天取经 有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那我相信他对感情 包括做人做事也都是非常靠谱的 最后就是说他带了这么多高徒啊 说明他是一种精神领袖 那我觉得选择老公呢 重要的是这个男人能不能在心灵上 给你一种引领 在这种追求上面能不能给你一些向导 我觉得这个才是一直可以爱他走下去的这样那种安全感 所以我会坚定的选择唐僧 但是我觉得选老公不是选领导 他不是我的领导者 他是我的共度一生的人 说句老实话 结婚以后的生活柴米油盐 相对来说有的时候也会很枯燥无趣 出发界可能会比较让我们开心一点吧 其实我觉得女人只要开心了 好像什么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尤其是在夫妻的感情上 但你知道甜言蜜语这个东西你听多了 真的会腻 一两次开心是可以的 但是一辈子让你开心 我觉得这个男人绝对是有智慧的 你要想开心的话 你听郭德纲说相上也能挺开心的 他们谁适合当老公嘛 除了你选他之外 你也希望他的首选是你 但是我想一想唐僧的首选是去西方取经 你只是他生活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那样子会比较辛苦 唐僧其实他只是在事业上 更加有事业心 人家猪八戒也不代表他没有事业心 可能他觉得事业跟我爱的女人 我会先把我爱的女人顾好 然后我再去做我的事业 比如说他事业心太强 他一定没有时间顾忌家里 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就当你的男人已经优秀到这个地步了 唐僧他已经是非凡人的 这种地步的话 你选择了这样的人 跟他一起同行 你是需要做一些牺牲精神的 唐僧他是事业型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好 尽管他是可能有其他的缺失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有能力去制造情趣 那我不需要他制造 我制造就好了 他不懂浪漫的时候 我可以完全把这一块补充掉 但是我觉得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能做成你那样的 就是说成全老公的事业 完全不考虑自己的感受 我没有不考虑自己的感受 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感受 我才这么做的 就是你心甘情愿 对 当然我完全没有被压迫或被胁迫 因为很享受这种感觉 对 所以我是很坚定地选择唐僧的 你不懂风情 我可以完全制造风情 没有关系 你太懂了 我有点害怕了 算了 我就不要了 我是想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一点那种 你到底是选择一个你爱的 还是选择一个爱你的 我个人的观点 我还是希望找一个我爱的 你会选你一个爱的 但是可能选猪八戒的也是他爱的 他就爱猪八戒 他也会喜欢那种类型 我选择了唐僧 那唐僧同时也选择了我 你不是把他从猪八戒那挑出来的吗 你不是没挑猪八戒挑的唐僧 是这意思 就是我是觉得找老公 还是找个自己相对崇拜的人 对 这个我觉得挺重要的 婚姻是一辈子 生活很平淡 如果你对他的眼光 真的没有一点点仰慕和倾慕崇拜 这个日子很难过 你都不会为他花心思 准备一点点仪式感的东西 所以找个你爱的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会让你自己也有自律性 然后也有积极性 就是说如果你跟唐僧在一起的话 我相信大多数人 可能会受他的正向的影响 但你跟猪八戒在一起的话 首先你要影响他就很累 你可能要像妈一样 然后要不然你就会被他带跑偏了 对不对 对 我也很赞同你说的这个观点 就是一定要跟什么人在一起 就这个可能看在于女方自己 对人生的需求是什么 唐僧她有一个非常远大的 终极的目标 这个目标我觉得在夫妻生活当中 也可以转换为是共同的 有一个精神的在追求 追求远方的一个目标 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这样更加适合我们 也会让我们更和谐 不管是找到了唐僧 还是找到了猪八戒 总有一天要结婚的 对 有一天我们会成为一个婆婆 想问到大家就是 你们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婆婆 我肯定会尊重我孩子的想法 在18岁之后 我就觉得她是个独立的人 她已经有成熟的思想 就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我问你一个问题吧 就是说你未来 选择儿媳妇的标准 一定是以我儿子喜欢为主 我会把建议告诉她 但是最终决定全在她 那你觉得你儿媳妇的特点优点 就是你比较看重什么 我觉得善良很重要 特别是女孩子 相由心生 我觉得一个善良的人 外表不会太差 你肯定是温润的 舒服的 很多婆婆 其实会跟儿媳妇 会有一种天然的敌处 是觉得有一个女人 抢了她最爱的 会有那种心态吗 我还真是就是这样子的 说的就是我 我真的很介意 有一天有一个女人 把她抢走 你抢走的定义是什么呢 比方说一晚上她在生病 我要抱着她的时候 其实我的手臂 都已经抱不住了 但是我还是要忍着抱着她 但是我抱着她 同时我在想 有一天别人抱着你 或者你这么抱着别人 我该多伤心啊 我就会这么想 所以我现在一直都是把我老公 放在第一位的 我就是很害怕出现那样的情况 我太依赖我儿子了 我太想掌控她的生活 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生活排序是不对的 所以我一直把我的老公 放在第一位 我也想告诉我的儿子 妈妈首先爱爸爸 然后才会爱你 夫妻才是最重要的 家庭排序第一位的 其他都是应该往后排序的 我已经开始做准备了 对 我一直在做准备 我从现在开始 我真的在有意识地培养她的审美 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个我心仪的 如果这个女孩 你判断是不合适的 或者不好的 你不会强行干涉吗 我一定不会 我希望你能够知道 你要选择什么样的 什么样子的要选择你 你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然后我觉得我的婆婆很棒 跟我老公说 我告诉你你媳妇都是对的 你要听她的 我觉得说出这个话 是要胸怀的 是要格局的 我也希望有一天 我能把这个话 告诉我的媳妇 我觉得这个 你们还没有真正碰到 儿子长大 你现在要预判到 你的儿子 今天已经三十岁了 去她的家里 在那忙着给自己的媳妇做饭 她的媳妇是玩着电邮 看着电视 嗑着瓜子 好 手里抱着狗 进门的时候 也没有跟你打招呼 以后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梦想和我的目标 就是优雅地退出来说 再见 祝你们生活愉快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真的 我应该也会跟莎莎姐一样 说不好意思打扰了 赶快把门关上 也不见心不烦了 我不能看下去 我再看下去 我一定会跟他们赶仗 哪有不欣赏自己的儿子的 哪有真的会看得惯他 这样生活的 但是你儿子喜欢 对 我也在想说 为什么我会尽心尽力的 现在这样培养他 我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不要后悔 我既然对他有这样的要求 和希望有这样 潜移默化的影响 那有一天 他选择那个人 如果什么都没有达到 那一定他们之间有 特别内在的很好的联系 让他们的感情在一起 那个时候 你也是应该祝福的 就看似一段 非常不般配的婚姻 一定有内在 非常存在的原因 是你看不见的 如果这个时候 你的儿子也心有不满了 你会尝试去干涉吗 除非他向我求救 他跟我说 妈妈我希望你去帮我说 我也同意 他如果是来寻求帮助回 那你主观地去 再看到别人之间 有一些问题 去家喻干涉 我觉得这个不应该 本身可能你不干涉 他俩可能也差不多就结束了 被干涉反而适得其反 我真的见过很多很多 就是拼命拼命 谈恋爱的人 一定要在一起 大家都觉得不般配 然后所有人都在反对 然后两人结婚了之后 好 那行 大家都妥协了 最后半年之后 两人离婚了 因为当你给了他太多的 束缚和目标的时候 他反而自己可能会 他想争夺 所以不要给他太多的束缚 我们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 我希望我也是 让他自己去 为他自己的选择 还有他的生活负责 你们都是赞成 不去干涉到孩子的生活 当婆婆的 不要自己亲自上阵 对不对 当你的孩子离开你之后 他跟另外一个女人 成立了一个家 你们就分家了 对 其实保持距离感 还是需要的 所有婆婆都是 要有自己 自己的家庭 当一个很忙碌 然后自己很有规划的婆婆 这样就不会放太多心思在小孩 千万不要规定人家 一定要什么时候回来跟你吃饭 过年过节一定要怎么样 如果大家有心的话 可以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保存下来 对 再过二十几年 拿出来再看 尤其是Lisa的儿媳妇 大家是对我很没有信心吗 可是我觉得确实实是想法 会不断地在变 那个时代可能又不一样了 对 对 相互来说 觉得对方的老公哪里可以更好 佩晨 我觉得你这个老公 真的选得很好 跟你很配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你来说 跟你先生在一起 多给他一点表现的机会 会不会好一点 嗯 会 谢谢湘姐 郭小冬 我觉得他应该 多关心一下太太 因为Lisa做的这些 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女人 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认为郭小冬 应该在这个方面要加强点 这样会让Lisa更幸福 我今天晚上一定转告给她 今天晚上我就给她上课 好 那我觉得圣医是这样的 我觉得 你先生是一个很有担当的男人 我觉得 他不要太累了 累的时候不要一个人扛 有些事情你多一点 跟你的太太去分享 可能她有一些很好的主意 能帮到你 甚至超越你 然后松松这一块呢 我觉得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是 你跟你婆婆之间的 但是我一直认为 媳妇跟婆婆之间的问题 最能化解这个矛盾的 一定是先生 我告诉你 她婆婆是缺爱的 所以我觉得你的先生 应该多一点的时间 陪她的妈妈 让她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一点 然后她再多为你们之间 做一些贡献 就大概是这样的 嗯 有很多意见 对各位的老公想说 首先莎莎我觉得你老公太爱你了 干什么全世界就只有她爱老婆吗 真的是 让我们看我们都有一种 真的有点受不了 这样是一种凡尔赛吗 真的是 可是 怪你什么事呢 给我老公提点没关系的 我就是特别心疼你老公 就是太累了 因为她太聪明了 那个脑子天天就得转你知道吗 然后情商也很高 然后也很爱你 干什么呀 让别的男人怎么活呀 真的是 哈哈哈哈 松松就是老公 这么帅干什么 然后对你还那么一心一意 还挂着你干什么呀 哈哈哈哈 为什么就这样 知道我们老公忙 是不是曾经刺激我们 是不是 这节目没法录了 真的是 哈哈哈哈 没意思 佩存啊 就是给你们提个意见好不好 这么好的老公 没事就带给我们看一看 不要金屋藏郊 对不对 我们要看一下最年轻的七四年 到底是什么样子 好不好 好的 好的 我带小伙子来跟你们见面 这样给大家来通报个消息 下一场我们会录 跟老公们的这个谈话会 所以你们最想听什么 我们帮你掏个话 想听老公们说 我们不在的时候 他们之间对我们的一些评价 因为他整天都会在我面前 就是这我不累 我没事 可以的 那但是其实更想知道他内心 不知道他在男人面前 会不会就是分享出来 我真的很想听到 郭小冬怎么吐槽我 因为我整天都在吐槽他 虽然吐槽里面 有很多幸福感 但是我也想知道 他的吐槽里面 有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想知道 他有没有想要我 为他做什么事情 他做到的话你要做到 我会努力 然后我知道在看我们节目的很多的朋友 你们也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幸福的地方 但是希望能够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的 能够彼此借鉴 多多的了解对方的感受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最幸福的人 每一个家庭都成为最幸福的家庭 下期再见了 拜拜 拜拜